如果说在危机想要财富重分配 您有没有站在正确的这一方 而且还得因地制宜对不对 明哥 我们以前常常在说 说园林是出亿万富翁最多的地方 但是园林比较在市区 但是增加呢 增加因为理林有交界的关系 就带动恶林当地 有很多汽车的旅馆 你知道吗 早期我有一个朋友 他脑袋他是李林头一个开酒家的 因为以前增加所在 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消费 所以他就想准这点你知道吗 他就去开一间酒家 做餐廊都也是 在去出门的晚上回来 晚上回来的时候没问题嘛 三五好友都在家里自己去喝嘛 现在有酒家 大家来酒家 见识看看看什么叫酒家 下去了 其实开始行李越来越好你知道吗 行李越来越好的时候 这个老闆他真有感觉 他就说行李这么好对吧 只要我这间而已 他只要一间嘛 没有我还比较偏偏 不要在这间这个地方 在这间附近 再找一个 再开 同样 复制这个模式 开了 开的时候 最兴旺的时候 是在连转 在中华 开七间 七间的酒家 但是他说很好啊 他就说我只在这儿开酒家 没意义嘛 来咖喻 我们要开一间小型的酒店 不用大型 因为大型 资金也放很多嘛 就去咖喻开酒店 咖喻开酒店 咖喻开酒店咖喻大部分都有 很大的酒店嘛 但是他是怎么不可以 他说我走大型的 豆豬坐 我走小型的 我每一间 那个 每一间小型的 这些时候 我钱不要收太多就好了 所以立小嘛 小生理也好 再来的酒店 酒店开什么 开地道啊 一个地方都 同样都没开 同样的 都不是很 很同行的形态的 那个店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 就开始贪心贪贪 贪心贪贪的时候 人家有钱 我们是来说人家是来 有钱时 落在那里有钱 心来就贏了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 以前做产的嘛 有农亭嘛 他的农亭 起一间 农舍 那别中 起到外号发你知道吗 而且出门 出门 以前是都 替五娃车 以前出门 是都替五娃车 在载火 现在开门有的 开门有的 现在走到岛 真打开 朋友去找他 这算我的 你来店的消费就对了 说我的名就好 都不用钱 都不用钱 所以有很多 他们去很多 当地很多 江头兄弟 不满 你知道吗 有时候可能是 我在想可能是 江头兄弟 要去 审败兵的时候 他没给人了 所以当地 当地 那时候就太胖了 太胖了 的时候 就说要他扣 你知道吗 一边在家里 在家里 他下班的时候 已经九点下班 三点五娃的时候 去给兄弟盗到 去中华的兄弟 他在那里扔到 扔到就把他拔走 拔走的时候 正经就先把 事业的一团 收起来之后 就说 整个黑了 当地 中华 都消失去